今天就要带您来看的是台湾第一支登顶海拔8035公尺G兔风的台湾欧都纳攀登队 首度了公布了登顶的这段影片 虽然队员黄文成的左小指因为冻伤可能需要截肢 不过呢大家还是很有士气 表示明年还要继续攀登更高的居万峰 欧都纳14座8千 终于回归三连 协下列史台湾第一个站上8035公尺G兔风顶的 就是欧都纳攀登队员吕中翰 三个小时之后黄文成也站上风顶 从6月中旬出发到7月17号登顶成功 期间的艰辛难以想象 攀登队回到台湾首度公布了登顶影片 也首度公开登顶后下撤的惊险瞬间 队员黄文成在下撤时一度坠落 那坠落的时间 坠落的当时没办法去想事情 等到停住了之后才知道说 我还活着 我发现我的悬崖离我只有几公尺的地方 那我那时候才知道害怕 才看到才感觉到害怕说 我在几公尺的地方 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生死交关 队员吕中翰衡量自身状况之后 决定就近挖雪洞 并且透过无线电寻求激电影支援 两个大男人就这样抱着彼此 靠体温取暖 度过了超过10个小时 最后在韩国队雪疤的协助之下平安回国 不过黄文成的左手小指末梢 因为冻伤将会被迫截肢 队员里状况最好的吕中翰 则是将登顶归功于团队的协助 与良好的训练 几乎就是每天都在做重训 然后做跑步 然后我平常 这平常就已经在练了 然后我平常就爱运动 所以我一天的运动量很大 可能五六个小时跑不掉 全球14座超过8000公尺的飓风 前两年挑战布罗德峰都失败 但是攀登团队没有丧失勇气 能够再多一点点的勇气 多一点点的坚持 多一点点的肯定自我 然后去创造未来 去挑战不可能 登顶前在三角下的时候 有自己发过一个愿说 如果让我成功登顶 我会吃素三个月 那我从基地 从下到BC之后 下到基地影之后 我就开始吃素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可以平安的回来 看到家人 真的是最好的事情 有了这次的成功经验 包括小指要截至的黄文城 在内都准备要继续准备 迎接明年8068公尺 G1峰的攀登 12岁就开始爬山的吕中翰 更是有令人佩服的目标 所以这一步对我来说 是很踏实的一步 然后也是 也是我要完成 十字座8000的第一步 这支台湾攀登队 准备明年攀登G1 如果成功 后年更要准备挑战 有杀人风支撑的K2 UDN TV 甘邦杰高家府 七哈伦台北报道